好了,先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聽不同意見的球迷 你記得可以去看球帝斯 因為有不同專家的分析 很多不同的詳盡數據分析 可以給大家研究研究 鎖一掃畫面的QR Code之後 你就可以入到一個應用程式 如果你是同意用這個應用程式 你就可以在這個應用程式裡面 再用它的QR Code掃描器 再掃多一次這個二維碼 就可以進去 大家好,講完阿仙奴的轉會評論之後 當然要講宿敵的熱刺 講起熱刺這個暑假最熱門的話題 當然就是哈利簡來的 到底走還是不走呢? 歐洲國家杯之前說到好像走硬的款式 但之後就沒有消息 最近太陽報有娛樂記者說會走 但玩到娛樂記者當然是不可信的 所以我都是決定繼續等待再進一步的消息 才再跟大家講哈利簡來的情況 我今天會跟大家講一些比較確實的熱刺消息 其實我都積累了很多的新聞 需要今天一次過跟大家交代 包括熱刺的財政情況 以及換教練的情況 首先是好消息 熱刺通過了美國銀行私人配售計劃 成功融資2.5億英鎊 即刻就還清了英格蘭銀行那邊的1.75億貸款 之前的1.75億貸款 就不可以用來買人的 如今還清了 現在就剩下6千萬英鎊 難道可以用來買人嗎? 現在是鬆動了很多的了 是可以用在球員身上的了 他們應該會立即和孫興敏續約的 不過當務之急他們當然都是要找新教練 但是這件事一波三折 董事局本來很想邀請剛剛在二甲拿了冠軍的教練干地 還專門一早簽了祖雲達斯的前體育總監帕拉迪奇 成為新的熱刺體育總監 希望運用帕拉迪奇本身在以前祖雲達斯的關係 來拉攏干地成為熱刺教練 不過後來發現雙方的思想很大落差 干地首先想帶四個人進來 四個自己的團隊成員進來 即是說多了四個人要開飯 即是說干地要求人工超出了熱刺的預算 大概300萬歐元 這個主席的列為已經不順超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干地要求有大量的轉會費 希望熱刺可以爭冠軍 主席的列為一向都不容許教練干涉轉會操作 所以其實是不歡而散 乾地說明自己寧願休息一年都不選擇教熱刺 之後曾經傳過沙里 不過沙里也很快就簽拉數 熱刺 退而求其次 最終選了前狼隊的教練紐盧 有一個消息指出 紐盧的戰術風格不是列為杯茶 但是紐盧答應不干涉轉會操作 有沒有轉會費都沒有所謂 你給他什麼人 列為經歷了和摩連錄合作之後 始終都是想找一個容易控制的教練 所以就決定和紐盧簽約去到2023 由於紐盧比較熟悉玩三中堅結構 而熱刺上一季的後防線不堪入目 所以接下來這一季玩三中後衛結構 穩陣一點走先都不出奇 但由於熱刺陣中可靠的中堅 買少見少 還是不要再當迪亞是中堅 這個艾特韋列特32歲 難以長期依賴 年輕一點的坦根加朗頓 雖然有些前途 但進步的速度不算理想 坦根加多受傷 這個山齊士始終是久不久會做一下炸彈 所以聽說熱刺今個暑假是想一口氣買兩個中堅 不過一開始就碰釘了 西維爾的古迪說明不想去熱刺 原因是不能打歐聯 熱刺暫時要找一些不介意沒有歐洲賽打的球員 或者沒有歐聯打的球員 所以選了波羅尼亞的日本中堅 富安健陽 這個可塑性極高的後防球員 上一季被改為打右後衛都可以 甚至是叫他打防中 交一下球 衝一下上去 推進一下 亦都可以 所以打雙中堅還是三中堅都難不到 而且以日本球員來說 他的身形真的算不錯 一米八百 頭鎚不錯 對抗性也比一般亞洲球員來得好很多 看看他的成長經歷 他的青少年時代都不是在歐洲發育 他在日本本土發育 但他的身體硬件比其他日本球員好得多 相當難得 而且他都尚算靈活技術 算是OK 他擁有到亞洲球員的技巧 但有少少歐洲球員的對抗性 都算是很罕見的品種 所以英超球隊的熱刺 都對他產生到興趣 他不算貴的 一千五百萬英鎊左右 希望嘉年密美的球員會幫到熱刺 如果買到的話 就會令到熱刺在陣中有兩個亞洲球員 一個日本兵 一個韓國兵 起碼可以繼續拓展亞洲市場 體育總監 迪奇繼續在熟悉的衣甲當中找人 另一個中堅目標 就是亞特蘭特羅美路 這個萬聯曾經都有興趣 級數更加高 剛剛在美洲杯那裡有好的表現 拿著冠軍 我曾經稱讚過他 是一個狂野分子 這個中堅 衝得跑得見山踢山 還有見石踢石 攔截力相當不錯 羅美路其實本來是祖恩達斯球員 不過以租借身份 效力亞特蘭大兩年 而且有強行買斷的條款 所以理論上你都可以當他是亞特蘭大的球員 來看 亞特蘭大只需要 準備將他出售之前 立刻用1600萬歐元 和祖恩達斯買斷了他 整個交易就可以開始做了 不過羅美路貴很多 熱刺第一份報價 三千五百萬歐元 加一千萬獎金 拒絕了 第二份報價四千萬歐元 再加一千萬流動條款 這樣才在考慮 但是現在還未確實的消息 因為亞特蘭大希望 始終得到六千萬歐元 這個價錢似乎超越了熱刺的負荷 不過另一個亞特蘭大的球員 應該都大機會加盟熱刺 亞特蘭大的CEO也都講到明 他們的搜門員 意大利籍的球員 哥連尼是會轉會熱刺 先租後買一千百萬英鎊 熱刺買搜門員 是絕對可以理解 因為上一季你都看得到 羅列斯嚴重老化 不夠反應、不夠手力 今次收購26歲的搜門員 反應和搜力都好很多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其實熱刺買到中堅、搜門員 都會先整頓後防 下一季的失球數字可能會下降 但是進攻的火力方面 熱刺都有問題 撇除哈里簡尼和孫興敏 熱刺就沒有其他可靠的進攻點 貝雲職就周身都沒有張力 入球能力頑皮 拉美娜就慢過萬金油 比較好一點的就是盧卡斯摩拉 但普遍熱刺球迷都不算滿意 熱刺都知道 所以要找一個邊線進攻點 本來就看中了丹麥的進攻點 丹斯加特 但是他在歐洲國家盃大放異彩 相信你沒有4000萬歐元都不用想 可能是超出了熱刺的預算 那有沒有些便宜、漂亮、正的呢 後來熱刺就找到西維爾的20歲仔 基爾的速度快 天分不錯 可以打完兩邊 2500萬歐元 再加流動條款 達到3000萬歐元 就可以放 而且破了西維爾出售球員的紀錄 對上一次西維爾賣得最高的 就是沙治奧拉莫斯 2700萬歐元給黃馬 第二次一早就把資金集中在後方線 中堅、守門員那裡 就未必再有錢買進攻點 所以他們又變了 向西維爾建議用拉美拿交換 這樣就立即令到交易、談判 就拉鋸回來 暫時就沒有消息 而且這個西巴牙的20歲仔的年輕仔 看來是年輕版的拉美拿來的 拉美拿年輕的突破力當然強 但是是獨屋的 整體意識不好 而這個年輕仔又真的見到 是比較喜歡自己來的 所以基義的合作性不確定性 令我們是需要觀察的 今天的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我們會再深入討論 熱刺到底 合不合打三中堅 會不會是新的出路 還是一條不太好的路 我們會在Patreon那裡繼續說下去 記得去Patreon那裡支持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 拜拜